大家好,我是小林,点赞订阅小林财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话语消息 就在刚刚中国统计局公布了最新的房地产数据 那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怎么个插法 还能不能抢救一下 我们一起来瞧瞧看看 分析分析,真的是全面崩溃了 与此同时,失业方面还有外资撤离的最新情况 关于中国经济,我们也是一并的做出报道分析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看房地产的最新情况 因为房地产是根本的,现在包括地方政府要不要造反了 李志诚还来了没有 红袖权又什么时候出来 这都是跟房地产有关 你说现在很多家庭没钱了 以前自信心满满,有消费信心 消费跟消费信心是有直接关系的 没信心,哪怕家里面有钱,我也不消费 对不对 那家里面用什么衡量大家这个消费信心呢? 那还是这个房地产 以前中国人改革开放的泡泡 这个梦幻里面就是觉得有一套房 这套房会长升值 那现在倒过来的这套房不升值了 而且还是个负债 我预期还要我这些天天供 他供得我心里面都发慌 都发毛利 你说我还有心情消费吧 那先来看看这个国家统计局 公布了5月份70个大宗城市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和1到5月份 全国房地产市场基本情况 这最新的那5月份房地产市场供需 两端数据来看 1到5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 新开工面积降幅继续扩大 这还是统计局 中国部门 他们说的都是新开工面积继续扩大 我们要特别留意开发投资 什么叫开发投资 现在还有没有建房子 还有没有在建 还有新开工面积 为什么这个数据重要 房地产之所以拉动经济 之前之所以不敢让房地产垮很多 这个韭菜被忽悠进去的一个话术是什么呀 但也不全是话术 就是说国家不会让房地产倒的 房地产背后那是几百个行业啊 什么陶瓷啊啊建筑的这个这个这个材料啊啊水泥啊啊这个这个电灯泡啊啊这个玻璃啊啊 家具啊啊啊 甚至这个一块地毯厨厨厨厨房啊还有这个冲凉房这个等等水龙头啊一大票那后面都跟着 所以以前那个的为什么能能把全中国人的能忽悠进去的基本上都忽悠进去了 那就是他确确实实对经济后端的拉动非常厉害那怎么拉动的呀 还是靠这个新开工面积 现在为什么格力都不行了啊 这个格力跳来跳去 这董明珠今天不是搞一下手机 明天就搞搞一下汽车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这个空调也卖不出去了嘛 因为新开工就这个房地产一旦不行啊 这些后面跟着啊 这个喝喝汤的 这些这个做做空调也是跟着房地产喝汤的 你的这些也是不行 那这个全国啊 商品房啊 新销售面积啊 同比同比下滑同比下滑 新开工面积是多少呢 我们来看看啊 所以这个只有新开工 这才有拉动GDP都建好了 放在那里卖半天卖不出去 或者说销售面积这些不直接相关 跟拉动GDP 整个社会的经济直接相关的 那是新开工面积啊 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 从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的情况来看 一到五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四万五千七百零一亿元啊 他他说的啊 他说的 同比下降百分之七点二 七点二 那可是厉害 因为前几年已经每年都在下降 尤其是这个疫情 二二年都是上海封城 一到五月份 因为他现在是说同比吧 一到五月份 去年同比上海都在封城 刚好就是三四五月份最惨的时候 也就是今年比去年最惨的时候还要惨 你别看这七点二好像不多 已经是差得没法再差 其中住宅啊 住宅投资三三万四千八百零九亿啊 这总量我们不看啊 就就看他变化啊变化才才才是根本嘛 啊住宅还下降的比较少 也就是办公室 我估计就这个下降比 或者说这商铺啊 这种下降的可能比住宅还要糟糕 住宅下降百分之六点 是住宅好歹能就是住吗 呃 如果是这个商铺啊 现在你搞商铺出来 能不能租出去 能那那都是够呛啊 啊那都是够呛啊 呃所以这个这个下滑还是非常明显啊 这个新开工面积 一到五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降幅 叫一到四月份进一步扩大 五月份更差 呃 六月份 七月份 八月份之三个月都是叫做什么呢 房地产的 传统淡机 以前都是很差的了啊 六七八月 所以才有后面叫做金九银食嘛 九月份 十月份是有需求的 呃 六七八是淡机啊 所以这个后面呢 暂时是好不了了 暂时是好不了了 呃 中国人买房其中一个就是耗面子啊 耗面子呢 啊 形成了就是开发商也促销 然后 就清明节的时候他们会团聚 就就反正商业规律啊 这商业习惯 大家习惯的形成就这样就别问为什么啊 这属于商业习惯啊 就就比如美联啊 这个这个日本啊 日本人还是很喜欢寄那个贺卡 是吧 这些属于商业习惯 那为什么秦连节要送巧克力 这这些就别问了啊 这个这个商业习惯啊 商业习惯啊 所以现在现在这这这都不行了啊 旺季都不行 呃 淡机更淡 嗯 一居研究院 研究总监啊 严阅进 对此表示该指标显入此前房企 供给端扩张能力偏弱 提振房地产市场的动力不足 就没有动力啊 没有动力 说一下销售啊 销售五月末啊 商品房 代售面积六万四千一百二十万平方米 呃 代售啊 代售面积 为什么看代售啊 啊 代售是什么叫代售面积 代售面积就放在这里等待销售 等待销售 为什么要看等待销售 这就库存 就放在那里啊 开发已经是少了 但是放在那等待卖的还还是更多啊 代售面积全国有六万多万六万多万平方米啊 那那那那那那够下那够下那够下全国放在那等待销售的库存有六万万平方米啊对吧究竟有多少我都说不清楚啊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五点七啊就库存老多老多这还这这这说的就是一手房二手房还这这他就不算在这里面二手房二手房太多了 二手房就就就就压根就不算了啊 这个这个商品房代售面积就是特指的一手房一手房就现在还有六万万平方米这是统计局说的啊不要说我黑中国啊 其中住宅代售面积增长百分十五点九百分之十几的增长 就是现在库存还放在那可见这个数据还没有好转还没有好转 广东省城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我们看一下专家怎么说啊 首席研究员李宇佳啊表示一线城市的新市民年轻人虽然有刚需 还有换房需求但是对对价格比较敏感且有价格下跌的预期 现在这些专家说话还行啊啊导致二季度价格上升之后 去化降低什么意思就是啊虽然有需求啊不能讲十几亿人国家没需求啊 但是需求不大啊就对于这个体量来讲就是现在出不来 为什么出不来大家都觉得还能跌还所以大家都不着急啊 这跟实际的情况还有这个包括中国国内的专家 还有啊中国统计的数据啊都符合应该来讲都一致就我的分析跟着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专家的分析那其实都是一致啊 现在看来啊就是这个大家都在等不着急买房的不着急 卖房的很着急啊 嗯 对 嗯叠加恶手房挂牌量攀升和价格下跌啊 对新房销售也形成冲击就新房恶手房都冲击了啊就恶手房天天跌或者说新房天天跌互相都会影响啊他他就会有一个比价效应 什么叫比价就他那里啊你比如这个这个啊广州卖的卖卖5万啊你下门也万卖5万我肯定广州好啊 开玩笑就说你那广广州那是怎么说也是个一线城市啊对吧 那你同样是5万我肯定优先考虑广州啊也有广州5万便宜了 那如果厦门也是5万的话那还是广州比较合理 这就比大家会比较嘛 呃也就厦门要跌就这个意思 然后呃主要啊他说主要一季度市场这个稍微回升之后啊更多业主选择挂牌 为了尽快出手很多业主选择下调挂牌加也就是卖的不着买的不着急卖的就着急了啊 那啊这是市场的这个买卖的情况啊还有一个就是资金到位情况我们来看看 呃从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的情况看一到五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 啊五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亿元同比下降百分之六点六也就是房地产自己的资金在减少啊降幅较一到四月份扩大啊 啊这个五月份是更差的确实是这样 然后其中国内贷款七千一百七十五亿元啊下降百分之十点五 国内的贷款那压根就不敢贷啊 现在就给房地产领域的贷款在在下降在下降利用外资十三亿元 利用外资只有十三亿元那那压根就清零了啊 外资在中国房地产领域基本上清零呃下降百分之七十三点五 你看这个扬言跑得最快啊 因为他最灵活啊 其他国内贷款他可能有一部分是拉郎配啊 就我们就拉郎配就是呃国企还有中国政府自己是指导的这这一部分 所以他还有一点规模 但是外资不管你这玩意没钱赚就跑光了 现在外资在中国房地产领域剩下十三个亿 我们刚刚说的所有数据都是以万亿为单位的 外资剩下十三个亿基本上就清零了 而且这外资他是包括港澳的 港澳是属于外资或者说中国的银行在外面设的分行 再倒回去给给给里面贷款 或者说有一些国际友人嘛 毕竟共产党外面还有人啊 还有人 这情况下啊 外资几乎清零了啊 你看你看这这我觉得有方向这个指标很有方向性 然后资筹啊 资筹一万六千二百六十七 你看资筹还有一万多 房地产企业都大批倒闭的情况下 资筹还有一万多 外资竟然剩下十三个亿 啊 这个你品 你是细品啊 老板都跑光了啊 剩下几个散户在里面 然后比较有意思的还有一个个人按揭贷款 个人按揭贷款 一万零三百五十四亿元 增长百分之六点五 这是一个唯一增长的啊 我怎么理解 我感觉可能是转呆 之前不是有人转呆吗 很多 其实现在还是排队 啊 就是很多 最近一直在降息 很多人就把老的贷款还掉啊 还了之后重新贷款 所以个人按揭贷款 现在在批量的做 在批量的做啊 因为现在降息 有人在做 这是房地产的情况啊 我们看看就业啊 就业简直是臭不要脸啊 这个看一下国家统计局发言 负灵辉啊 6月15号表示 关于年轻人就业的情况 我们家有正确的认识 又是这句话 现在这中国共产党的官员 我简直是罪了 他把认识摆在第一位 他不讲实际 哎 不是用数据说话 不是用实际说话吗 一看哎呦 日本的医疗保障好啊 养老体系好啊 这个台湾健保好啊 一说起实际问题 都知道中国不行 是吧 那这个 整天讲认识 你认识 我管你怎么认识 你天天洗脑 洗半天就没用啊 这玩意啊 这个里面的那社保 谁谁谁搞谁知道 外面那个有 是吧 这个这这实际情况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都在往外认吗 是吧 这个这个很多人说 这个东东北那边 那个这个小粉红多 是吧 我看你也也难说 那个这个东北那边跑到日本来的人最多 那为什么呀 哎 那这个是 那这个就是 他可能的小粉红他也要跑了 你看小粉红都跑了 那那那证明 这你实际上不行吗 整天讲认识有什么用呢 也就也就实际上不行 你看 他说总体来看 我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 不会低估 也就是低估了 肯定是低估了 能够客观反映真实就业情况 也就是不客观 我看他就不客观 他还在说废话 你看他五月份 我16到24岁 年轻人 失业率处于高位 为什么呢 他说 16到24岁 青年轻人有9600多万 然后很多是在校学生 在校学生 你都没统计进去啊 所以这不是说废话吗 我知道啊 跟你后面那句话没有关系啊 他说有9600多万 16到24岁的青年人 其中3300多万在找工作 然后你统计的就是3300多万嘛 那你说900多万有什么意思 所以你觉得 这中国国家统计局在说废话吗 他绕半天 他说很多年轻人在校学生 你什么时候统计过在校学生 他的职业就是个学生嘛 他在中国体系里面就这样嘛 没有人去统计在校学生的嘛 什么叫做为真正进入劳动力市场 我我我我很费解 什么叫真正进入 还有真正进入 你进入就进入 没进入就没进入 什么叫没真正进入 那又且不说有很多在读书的 他本来是没必要读的 他只是没找到工作 他就继续考个研 你说他是学生 其实他他确实就 他本来就就想就业 但是救不了 读完硕士读博士 一直读国内很多是这样 他本来他也没意愿读 但是没办法 继续卷 卷完三年 卷出个硕士 然后发现大家都读博士了 又继续卷 又读个博士 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情况 然后他说20%怎么算的 有有3300多万进入就业 他说的 然后有600多万正在找 也就20%嘛 所以他在说什么呢 这副灵会不是在说废话吗 然后还有个外资 外资撤离 就是美国车厂福特 福特在南京的研发中心 全出本 传出本周开展 大规模采员 把那个人都叫来 大家都来上班了 今天有重要消息 然后保安 大巴全部准备好 不要闹 外资也学乖了 现在不要闹 然后全给安排 研发中心肯定是最早走的 现在都技术脱钩了 所以这个中国市场 消费疲弱 这个消费 现在都没有市场 可以这么讲 这个竞争又激烈 所以福特干脆跑了 干脆跑了 北美市场比较好 所以现在从化妆品到汽车 我们陆陆续续都看到 很多品牌在退出 实际情况就这样 实际情况 不详细说就是福特测了 福特这次估计要先测研发中心 测完就测产业链 产业链 很多员工会被解雇 会被解雇 在南京 在南京 江林经济开发区 将军大到118号 这个就这么个情况 现在很多鸡肋 现在中国市场是个鸡肋 哪怕做出来营收 没有利润 中国卖的也便宜 那些东西 这是外资 你看外资又在跑 一个是房地产也不行 房地产也不行 外资也跑 就业也不行 经济这么差的情况下 政府就继续乱搞 现在中国政府乱搞 我给他八个字 我给他八个字来形容 就经济衰退 房地产搞得没钱 这是背后的原因 表现出来变成什么呢 八个字 上有所好 下面乱搞 这是我说的八个字 什么意思 上有所好 那现在习包子 有一定的个人喜好 下面就趁着他好的东西 来乱 捞钱 来乱搞 什么意思 你比如疫情 上面要搞清零 那下面就用这个清零 他下面其实他知道这个清零没卵用 但用清零来赚钱 来乱搞 今天还看到一个 比如是这个 又是反浪费 反食品浪费 又是这些东西 商家都想多做生意 你看现在不是要扩大内需吗 你看 这个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来 还是要避免消费者过度消费 那什么叫过度消费 消费升级都过度了 全部都回去吃粥 吃馒头就完了 吃个三门鱼也是过度消费了 我看 吃个什么和牛 这日本这个和牛也是过度消费 但是你这扩大内需 你不是正需要这些吗 要避免过度消费 我不知道这经济还怎么搞 穿个衣服 穿几个烂布算了 穿个漂亮一点 还穿个名牌 那都是过度消费了 所以上有所好 下面乱搞 这就是中国现在 下面由于没钱 那么趁这个机会就到处罚钱 为什么要搞反食品浪费 主要原因是趁这个机会 就是去到那个餐馆 看你多点了几个菜 罚钱 还要加强监管 你说这经济还有没有得搞 我看是没得搞 整体情况就这么差 上面这个脑子里面装的 不知道什么这细胞子 下面的人趁机 能搞一天是一天 顺便造反 把细胞子反了 先说到这里 觉得有点意思 点到这边上 拜拜